这是一位泰国僧人圆祭之前的真实影像 让我们得以见证了僧人平静圆祭的一幕 视频中 这位僧人在向其他人交代一番后 开始平静地躺在地板上 就好像他要睡觉了 在他的周边 一群僧人围坐在一起 僧人们向他叩拜了三下 然后双手合十静静地等待着 这一刻 这位僧人的双眸紧闭 呼吸平稳 宛如陷入了一种深度的冥想状态 期间 僧人的双手稍微动了一下 但此后就没有再动过 僧人的躯体安静无比 整个房间陷入了鸦雀无声的状态 让人肃目 心生敬仰 也让人不禁感叹这位僧人 在圆祭的时刻表现出的宁静与超然 事实上 在泰国乃至其他地方 像他这样的僧人并不嫌见 他们都是修为达到一定境界的僧侣 面对人生的无常 他们心怀无畏 从容面对 这种坦然的胸怀 源自于他们常年累月的修行与体悟 体悟世间的一切皆是瞬息 唯有内心的平静才是永恒 因此当他们知道自己的时刻到了 他们会嘱咐弟子们安排好后世 给他们留下一些珍贵的教诲与指导 然后平和地躺下 或者以打坐的姿态 平静地告别尘世 过了三分多钟之后 僧人的右手自动滑下 这个轻微的动作似乎在漠视着 他已进入了永恒的宁静 整个过程中 僧人的身体只是轻微地动了一下 看过去好像已经没有了呼吸 神情极度安详 仿佛正处于深度 永恒的睡眠之中 四分多钟之后 周围的僧人们深深地居了一躬 然后合力将僧人抬了起来 把他放到关中 最后将其安葬 整个过程庄严有序 让人们沐浴着一种极其神圣的气息 也让人们思考永恒与瞬间的无常 这位僧人在元祭时所呈现出的安详与平和 是一种对生命中章的深度理解和接纳 没有悲伤 没有喜悦 只剩下了简单而完整的存在 完全无边无际的状态